中文字幕 李宗盛 好 弟兄姊妹 大家平安 我是韋文德 我家住堪廷 我承認我是一個失敗的家庭 一個沒有基督化的家庭 離婚過後 我愛吸酒 搓淹 沒有常常禮拜 在這個沒有教會的生活當中 我生病了 而且生病都很嚴重 帶著一個結上的心 一次醫師叫我回去開刀 也好時間禮拜一到禮拜三 結果到禮拜三的時候 醫師叫我回家 跟家裡的人交代後事 當我聽到這個噩耗 我真的很難過 我真的後悔 我難過不知道是為什麼難過 我後悔也不知道 是為誰而後悔 我捨不捨我的家 我的小孩 今天能夠站在這裡 都是從神而來的恩典 當時我回家 跟我的家人 講述我的後事以後 每當講到一半 我們家人都在哭 我們都很難過 鼻子不捨 就這樣子 難過到禮拜六 禮拜天 剛好是一個星期天 我女兒邀請我 說爸爸 為何我們在最難過的時候 最結善的時候 不去上個教會呢 我回想起來 對啊 我是一個從小 當主日寫的小朋友 為什麼長大以後 都沒有上過教會 以至於到結婚 有了家庭也都沒有上教會 後來我聽了小孩子的邀請 我去參加了這個聚會 當我進入這個教堂以後 那個心情不一樣 因為我當進入了以後 那個喜樂跟自由 還有充滿都來了 當時牧師他所給我分享的是 一致釋放 也當時我的心情很奇妙 我的胸膛好像張開起來一樣 隱於領受從神而來的話語 以他的教導 以他的愛在當中充滿在我裡面 但是也奇妙的是 牧師我也沒有跟他打暗示 他也在護照 我非常願意 我情不自然的站起來 我願意被神護照 我護照過後 當我們在前面祷告完畢 我跟牧師兩個 父友的兩個 擁抱在一起哭著 他跟我說歡迎回來 我那時候的感覺 我這邊的腫瘤 已經慢慢的 感覺整個整個 裡面都麻麻的 好像很多螞蟻一樣 一直往外跑 那時候祷告阿妹開始 就開始在動 有這個動作 而且我的眼睛 明明有看到一條路 像玻璃一樣透明的 我那時候看到那種路的時候 我那些恐懼 那些疾怕 還有這些不捨 都已經拋在腦後了 感謝神 他在那種狀況之下 還是願意接受我 於是禮拜一 我再回去要一杯開刀 導致到禮拜三 再開刀 我沒有被的心情 我是抱著一個喜樂的心情 而且有盼望 有後路 我更感覺到說 有人在牽著我 有人在對我微笑 那種喜樂好奇怪 在那個階段 開刀的階段 因為這是危險的手術 這個腫瘤包住了動脈 我那時候特別交代 意思說如果動脈沒有清乾淨 如果說動脈破掉的話 止不住血 那就把我就切掉算了 因為我小孩子還都是國小 沒有人要照顧 那誰要照顧我呢 我這樣子看著就先離開也不錯 可是那種心情也沒有恐懼啊 那時候的狀況 不曉得是因為看到那條路嗎 還是有盼望了 還是看見意象 後來在那開刀子之間 奇妙的雙手 奇妙的恩典在那裡 也出現了 醫師他又好奇的 他在開刀完畢以後 他們休息一段時間 那個腫瘤還掛在那個動脈那邊 然後那個醫師去好奇啊 他就將那個腫瘤拉一下 結果落掉了 不必再刮了 不必用電刀再刮 也沒有什麼危險的那個意識 就直接落掉 而且非常乾淨 那醫師就很高興 馬上就給我給我溶回器OK 第二天早上 醫師很高興來找我的時候 我已經在陽台上照太陽運動了 他也嚇一跳 他說為什麼你可以出來運動 本來就好好的啊 神的恩典好奇怪 那種喜樂那種充滿 可以使人很快康復很快的健康 好奇怪 在這個奇妙的安典當中 我領受到神從來沒有放棄過我 他一直在我的生命當中 在我的旁邊 在我的左右 一直跟隨我 等著我 讓我能夠明白他 認識他 以至於我到現在 我後悔的原因是說 我好像太慢認識耶穌了 以至於我也很積極的 將這個見證 很想要讓大家都知道 大家要聽到 因為這是耶穌的愛 我常常很喜歡唱火珠愛這首詩歌 因為愛是神的旨意 愛是需要用神的方式 愛是需要用神的智慧來去運作的 而不是我們在世上的人的愛來去做 用神的愛用神的智慧方式來愛人 才是真正的智慧 才是真正的愛 在這個階段裡面 我發現當基督的 當教會的生活 基督在我家裡的時候 我的家也慢慢改變 我的孩子越來越聽話 他們該做什麼都會做什麼 一個當軍人一個當厨師 一個一個有家庭人 現在我本來十年前就開刀 醫師跟我說五六年前就可以走了 結果到十年前了 十年後我還在這裡為大家做見證 這是非常的榮耀 這是神的恩典 也好多弟兄姐妹告訴我說 因為我害我很多為神要做的事情還沒做完 所以我盡量在還在的時候 我希望將我這個神的愛愛我的神 能夠傳遞在每一個世界角落 在這裡我跟大家分享一個給我 馬太力量的一段話 在馬太福音28章19節 所以你們要去使望民做我的門徒 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 馬太福音28章20節 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 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末了 神祂是何等的愛 神的出發點也是愛 因為祂先愛我 我碰到什麼 說是說了什麼 還是要愛 因為祂先愛我的 感謝主 謝謝耶穌這樣子的 對我的愛 對我的不離不去的 對我不離不去的愛 我永遠愛我的主 感謝耶穌讚美耶穌 將一切榮耀給給我的主 Hallelujah Amen 很榮幸跟牧師 跟童公一起造像 我們也很榮幸 哇